《男子家人生》的嘉賓 很多人分了不同階段 不同階段可能會遇到不同的東西 鄧凱琳在不同階段是剛在學校畢業 進入雙台授勳 她的轉變是加入了演台 可否改變了你的人生 可以這樣說 那時候我十七、八歲 離開了學校真是白紙一張 也不知自己的將來是怎樣 想不到進入雙台後 做了三個月 港台就有人找我過去 想不到港台成為了我醫生人的一份工作 唯一一份工作 在港台找到老公 這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絕對想不到 還有你的技術不僅在雙台中學到 掌握到 還有在港台的時候 肯定遇到好師傅 吳錫輝是找我過港台的人 當時他除了訓練我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DJ 例如同期的有Albert 有邱瑟強 有陳遠芬 後來加入鄧麗絲、梁安琪、車淑梅 一大批都是他訓練 講起你是前輩 後來才跟 不需要學習 都不敢說 因為我好像比你早 叫我師姐 謝謝你 師姐 師姐 我想問你 那時遇到師傅 你知道 有很多時候要看自己的天份 你拿到多少 你學到多少 除了是那個人教外 就是你自己的天份 有沒有感受到這種天份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天份 但我從讀書開始 學校都會教我們 做人要將勤保住 所以我真的 我其他人不敢認 但勤力這方面 我感應我真的很勤力 因為當時 就算我是一個星期 做半個小時節目 或者一個小時節目 我是花了五、六個小時 時間去做research 我會去唱片房 找唱片 不停聽 聽了幾十張之後 才選最後出節目的五張 即五首歌 然後我會看完音樂雜誌 尤其是那個星期 就知道那個星期 上榜有什麼歌 背後有什麼歷史 有什麼人去作的歌 所以做了這些research 我才去做最後那半個小時的節目 做節目之前 我也會寫稿 其實我還未寫全文 我可能是一個point 一個point 但我每一段要說的話 我全部都寫了稿 甚至乎 做節目前兩個小時 我會去rehearsal 就是我要講 然後就夾歌 因為那個年代 夾歌是很嚴謹的一個要求 每一首歌 開頭有一個intro introduction 的music 譬如有23秒 我就要講足23秒的東西 一收口 就一個vocal出 這些我想現在都不太嚴謹 沒有了 我在英國聽電台 有些電台都不玩這套 例如歌個歌 都不玩intro 講完就起歌 現在連英國也是這樣 當然有些電台依然很嚴謹 跟著 那個年代我們就是這樣做節目 所以你想想 我只是聽就聽半個小時 其實我之前的預備功夫 是很多很多很長很長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辜負聽眾給我的期望 會不會是因為師傅的邊察 他們會不會說 你一定要做到這樣 因為你是一個自覺的性格 兩方面 那時候也有一個風氣 不知道有危兵狼 你進來電台是否這樣 每做完一個節目 原來監製會錄下 然後吳錫輝就會跟我們一起聽 然後逐度指出你的錯處 通常都沒有什麼贊 你就會很無地自容 下次好一點 大家有一個風氣 要很勤力去做 做完之後要評論 然後想一個方法 下次做好一點 那時候感覺是這樣 但又不是很害怕 大家因為所有同事很愛電台 個個都拿著一幢唱片給聽 大家好像很長時間 這個成為了我們第二個家 星期六日自動很多人會回來 放了工之後人們又不離開 如果找到Studio錄音的就做 找不到的就是Office那邊 然後到大約八九點 就有人會說 喂 可不可以吃飯 通常這個是陳任 或者是吳錫輝 他說吳加蓮 好啊好啊 我們跟著他 所以其實 年輕人一起玩 挺開心的 其實這個感覺 我有一個感覺 因為七八十年代 是一個DJ的黃金期 很多DJ都希望出名 能夠成功等等 會否之間會有互相競爭 我們稱為良性競爭 你做得這麼好 我又會這麼好 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真的年紀太小 十八歲開始做 就算是很多工作 後來不止半小時 後來由半小時變成 每個星期兩個小時 然後就說一三五 每天有一個小時 越來越多節目 那時候就算很多節目 人們覺得我很紅的時候 我可能只有十九歲 其實這裡都是很空泛的 我完全感覺不到有什麼競爭 我和你原來坐在桌子吃飯 我和你競爭 完全沒有那些東西 就是大家是好朋友 大家做自己的飯 各自做好一點 還有那時候你知道 空間多 人也少 人人也有份做的 就是不會說 誰會強一點 誰會上 甚至乎我不知道自己是紅的 就是到很久 很多年之後 那些人說 你當時很紅的時候 我紅過嗎 我真的不太知道 當然有 我真的不太知道 我只是覺得當時我很好玩 很忙 但也很辛苦 因為當時我是兼職 我是正在學 所以 你可以想像 其實人是 好像一個火車頭在前面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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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我難忘就是做DJ這份工作 令我認識了很多朋友 譬如我們經常會接觸歌聲 那個年代 大家都是年輕 大家都是二十歲出頭 沒有那些什麼 我和你朋友 你幫我歌 沒有那些東西 完全沒有 大家是很單純的友誼 當時我們的確認識很多朋友 都是圈中的 很聊得來的 朋友一樣 這個也是我難忘的 因為現在回想 原來認識一個歌聲 你很難的 很多人來說 你怎麼可以認識一個做娛樂圈的人 當時我也是其中一份子 我覺得 現在回想起來 也有個 幾風光幾開心的日子 很多很多朋友 你也是 和我一樣 大家認識很多人 但不開心的事都有 其實我做電台 做DJ的日子不長 我做了前五年 就是最開心的日子 因為這個人單純 想不到什麼 很多工作讓你做 你就已經很開心 想不到人事關係的事 我做完那五年之後 我覺得自己不夠了 於是我就暫停了 我說我要去讀書 我就去了加拿大 讀了兩年心理學 我是拿了一個Degree 我很辛苦 就是人家三年的事 我都被捕了兩年 很辛苦 很辛苦 想快點讀完畢業 就是回香港 可以在一個圈子裡 再大展拳腳 以為是這樣 但是當我拿了Degree回來 不足業 以前我聽說 做香港電台 你一定要有Degree 你才有前途 要不然你永世都是做一個 幕前的DJ 你轉不到做監製 或者是做staff的 所謂做職員 我說我現在有sert了 但是對不起 沒有位 就是原來 就是當時 你那五年賺到的東西 你的位置 原來已經被別人填了 但是我明白 是因為人家不可能 空了一個位置 擱在那裡等你回來 於是我曾經有一段 很沮喪的時候 就是說 哎呀我現在 我這麼喜歡做電台 我只想做電台 現在沒得做了 這樣 我很希望 年輕朋友 到了這些位置的時候 真的不要氣餒 原來很多事情 在你背後會發生 你不知道的 就是你前面看 好像是掛頭路 但是我走到掛頭路的時候 看一看 原來是轉彎 原來不是掛頭路 是轉急彎去右邊 那我就很感謝 已故的著名作詞人 林振強先生 我到現在都很感激他 在我那段很低潮 沒有工作的日子 他就跟我打了一個電話 那我就有份工作了 他就介紹了我 在那間廣告公司 做copywriter 做讚稿員 我在那裡做了半年 學了很多東西 那接著呢 很開心 在半年之後 朱培慶先生 當時的台長 就打電話給我 說現在有位了 你回不回來 我當然回 多少錢 不收錢我都回 那我回到港台 就是做PO 就是一個program officer的角色 就是轉了做監製 那除了做監製之外 我又兼做幕前的DJ的工作 那接著呢 電台又派了一份很重要的任務 做給魏炳郎和鄧偉林 你記得 我們負責訓練新人 那幾年呢 哇 是密集式的生活 其實沒有什麼回家 不斷做做做做做做 但我現在想回頭 都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我人生裏 我想只有那段日子 有這樣的憧憬去做到這麼多事情 你現在叫我 就不要了 現在有些人說 電台是夕陽工業 那你自己怎樣看呢 還有我想你講一下 就是假如有一個年輕人 他說我想做DJ 你會有什麼預免給他 我最近回香港電台 其實真的很唏噓 因為真的五十年都沒有變過 亦都沒有大裝修過 我看到有些破落到那些灰都掉下來 進去直播室 哎呀又是那套panel 幾十年前都是那套 人家外面那些已經很先進 換了一袋又一袋 我們還在用那套 那就是有一種 煤煤破落的感覺 我其實心裏好說的 因為這個地方在八十年代曾經很風光 我記得現在的同事 在一次我們慶祝九十周年的時候 就叫我說了一些祝賀的話 不知為何有兩個成語 馬上上我的腦 就是我希望現有的同事 他們會乘風破浪 易難而上 我雖然看到現在是一個很困難的時刻 最近有很多新聞 看到他們真的很辛苦 但是這樣看 我記得我當初在1977年加入香港電台的時候 那時候港台給人的感覺都是一些 哎呀好像很落後 那些節目呢 哎呀各位親愛的聽眾 就是還在做這個年代 那時候都被人覺得是一種 哎呀媚媚等等的落後 而我們當時就把握到這個機會 有一個combat 一個電台 所以我如果現在入 今天有個年輕人說 哎呀我想加入電台工作 我說可能也是一個好的時機 不過呢你有一個心理準備 你會很辛苦 你會事半功倍 但是很值得 如果你打算入電台 有一份安穩的工作 做一些喜歡做的事 舒舒服服 那你不要進來了 是因為一份工作是絕對不舒服的 絕對不安穩的 是好像在一個大浪之中飄沉 那樣的 但是那種挑戰感 那種爆炸力呢 依然是潛在在 所以我希望 各位年輕朋友 如果你想試 Why not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